日本寿司之神小野二郎 终身做好一件事 热爱工作终身投入 东京银座地铁站附近 有一间名叫树济屋乔次郎的寿司店 位于地下室 门厅狭小 木栅栏围起仅有的十个座位 连厕所都在店外 虽是方寸之地 现在已经不接受公众定位 只接受熟客介绍 或透过顶级饭店礼宾部方可定位 一餐仅三十分钟 最低消费三万日元 吃过的人都说 这是值得一生等待的寿司 小野二郎 现今九十五岁高龄 他现在还是每日工作 人称寿司之神 是日本料理界首屈一指的寿司职人 他对于寿司品质的坚持 有其独到之处 也因他对专业的坚持 他的寿司制作技术 荣获多项肯定 有二郎流 代表职人等称谕 更是年纪最大的米其林三星主厨 他7岁开始投入料理技能工作 39岁创业拥有自己的寿司店 其所经营的寿司店 树基屋乔次郎 连续12年获得米其林餐厅指南三星评价 以及被纽约时报国际版列为世界餐厅第六名等多项肯定 2014年美国总统欧巴马访日时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特别在他的寿司店设宴款待 堪称一大殊荣 最难能可贵的 小野二郎不藏司 逢人就说 醋饭才是真正左右寿司美味的关键 同时他执行20秒规矩 他请求所有时刻 务必在20秒内 把最新鲜的寿司吃掉 才有入口即化的感觉 有事 小野二郎逢人就说 一旦你决定好职业 你必须全心投入工作之中 爱自己的工作 千万不要有怨言 你必须穷尽一生磨练技能 这就是成功的秘诀 也是让人敬重的关键 小野二郎是日本匠人饭点中的饭点 虽然只是小学学历 但一生只做一件事 静静业业 精益求精 不求大富大贵 只求客人满意 以最精湛的技艺奉献社会 传承后代 不愧为日本寿司之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